女孩被关在佛堂里面 不能吃饭不能睡觉 不管听到什么一定不能开口说话 最重要的是绝对不能开门出去 就在她坠坠不安的时候 数不清的鬼怪全都来到了屋外 嘶吼声和奔跑声不绝于耳 女孩害怕的捂住耳朵 生怕发出一点声音 所有的怪声听之后 一阵激烈的敲门声和好朋友的声音响起 小鹰没有多想 颤颤微微打开房门 发现门口站着一个白衣红帽的诡异女人 那个女人十分高大 长相比厉鬼还恐怖 进屋后一伸手就夺走了小鹰的灵魂 察觉到小鹰预想后 高僧的脸色十分难看 因为她意识到 缠上小鹰的不是一般鬼怪 而是传说中的八尺大人 据说八尺大人身高八尺 可以改变声音和外貌 经常带走小孩子和年轻人的灵魂 想要救下小鹰的话 就必须在明早之前想办法把灵魂抢回来 因为八尺大人有个习惯 会把抓来的灵魂扣在身边保存一万 如果过了今天晚上 那小鹰和同样被带走灵魂的小丛 就真的必死无疑了 八尺大人停留的地方 应该在小鹰几人兼职的旅店二楼 但是想要夺回灵魂只能用本人的身体 所以她决定马上施法 让小鹰的好友和自己灵魂离体 进入小鹰与小丛体内 高僧离马点燃灯火 将符纸贴在佛像上 经过一半试法之后 他们完成了灵魂的转移 准备赶往那家旅馆 八尺大人如影随形 一直跟在他们身后 他们不得不从车上下来 八尺大人飞扑过来 幸好高僧即告一筹 用灵符暂时将他击退 但他们没跑出去太远 八尺大人又追了上来 小鹰体内的高僧将八尺大人引到水边 胸有成竹的击触法杖 竟然轻松击溃了他 二人抓紧时间来到旅馆 将符纸贴在房间角落 高僧对着镜子念诵经文 等到天亮后 小鹰与小葱的灵魂竟然真的回来了 小葱感觉肚子有点饿 就从冰箱里找出一盘新鲜刺身 小鹰的好友看到这一幕后 瞬间感觉不太对劲 因为他认识的小葱是从来不吃刺身的 另一边的旅店老板夫妇找到了 攻城身退的高僧 原来这一切都是夫妻俩与高僧部的局 他们的孩子是一对情侣 并且都在四年前意外离世 为了让孩子重回人世 他们利用了八尺大人 让孩子们的灵魂进入了小葱与小鹰体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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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